中文字幕志愿者 真的是蛮久没听到动算声了 花坛乡长第二度补选 民进党的里程记在第一次补选 小数五百多票 岁败犹荣 这次卷堵重来 由于是民进党总统败选后 第一次公职选举 党中央非常重视 抢功气势浓烈 第三次算机 浪费很多资源 对财政困难的会议工作来说 是雪上加霜 黄建璋也不缺席再批战袍 他是前乡长施华芬的儿子 也曾当选过现议员 黄家在花坛境内有固定装脚 实力不容小觑 这次补选国民党没有办理提名 武党籍李月敏初次扣官 他是现任相待会主席 又获得被解职的顾金土人马支持 补选的主角几乎是原班人马 地方戏称仿佛延长赛 本届话坛乡本届华芬 原本由施华芬当选当了一年多 却因会选被解职入狱服刑 去年十月办理补选 经过激战 乡农会总干事顾金土 当选就任才三十四天 又因之前的相待会主席会选案 判刑确定被解职 一任乡长选了三次 创下地方自治史上纪录 明星文庞志龙张华报道 而新国会在月底就要开议了 为了要让党内的菜鸟立委 能够